我不希望因为我采取什么冲动的行为 而搞坏了你们的剃血 女杀人犯被捕后直接坦白 却抵死不谈杀人动机 只是一味地要求警方尽快枪毙自己 警方办案多年 见过很多一心求死的杀人犯 可从没有人不肯谈杀人动机 难道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 即便是死 也要隐瞒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女杀人犯名叫李增如 她被捕后面对警方的询问 一开始配合的还非常积极 根本不用警方举证 就主动承认了杀害被害人吴刚的罪行 可当警方继续问她杀死吴刚的原因时 李增如却突然笑了笑 面带戏谑的说了句 别让我冲动搞坏了你们的设备 随后便转过头不再说话 这个举动让警方非常疑惑 因为杀人的事 她都轻描淡写地承认了 杀人动机能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 不甘心的警察继续对李增如穷追猛打 但这个女魔头却始终不愿再透露一个字 按理说吴刚和李增如认识的时间不长 而且一开始 李增如就是以照片色诱的方式找到的吴刚 两人最多也就是私票 如果不仅仅是私票 那李增如的态度就比较说得过去了 警方在李增如身上无法找到原因 就把目标转移到了另外两个同伙身上 刘燕和刘晓东虽然和李增如是一起作案 但实际上并不熟悉 甚至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合作 其中刘燕和李增如是在监狱里认识的 刘晓东则是刘燕找来的帮手 经过审问警方得知 李增如之所以不肯说出犯罪动机 很可能是因为他想维护最后的尊严 据刘燕描述 当时李增如将吴刚骗到出租物后 就下要马倒了他 当时三人在吴刚身上搜索了几遍 都只找到了几十块钱 这把三人气得不行 于是他们由打电话打吴刚家进行勒索 结果这才知道 吴刚说自己家很有钱 其实是编的 李增如没想到自己一个骗子反倒被人骗了 其实从李增如的心底里 他对自己从事的诈骗行业 还是非常有归属感的 他对自己的诈骗技巧也是非常的自负 因为他上过大学很有文化 同时又从事了多年的诈骗 可以说只有他坑别人 被别人坑还是头一次 李增如和刘燕的相识 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那就是臭味相投 本来李增如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被迫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 为了不受欺负 他变得能说会道 总是变着花样 获取他人的好感 就这样 他渐渐长大 还他考上了大学 但考上大学并不是他的目的 由于从小就一无所有 大学毕业后 他对财富的渴望已经达到了极致 李增如大学毕业后 凭借着灵活的头脑和过人的口才 很快就走上了诈骗的道路 他利用单身男人找对象的普遍需求 以自身为尔社局 一步步诱惑受害者步入了陷阱 害得渴望爱情的单身汉们 一个个花光了手里的积蓄 最终却落了个鸡飞蛋打的结果 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增如的频繁作案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2000年 李增如因为诈骗罪被捕 法院依法判处其四年有期徒刑 就是这次在狱中 他结识了刘燕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结成了干姐妹 四年后李增如刑满释放 起初他还想尝试尝试合法的工作 但在经历过个行歌业的独打后 他觉得那些工作都是奴役人的 又累又赚不到钱 于是就又打算重操就业 又想搞诈骗的李增如继续帮手 他第一个就找到了刘燕 本来好姐妹刘燕 已经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不想再做以前的勾当 只想以后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但李增如的口才 确实非同一般 一番花言巧语加大饼诱惑 就让刘燕被他描述的生活深深吸引了 从此两姐妹开始并肩作战 共创大业 进入新千年后 互联网在我国飞速发展 机敏的李增如 一下子就看到了网络的潜力 趁着国内网络安全方面的 各项技术和政策还不完善 他当即就和好姐妹刘燕 一起制定了详细周密的网络诈骗方案 他们租下一间房子 并购置了一些家具 名牌服装和昂贵的化妆品 把出租屋伪装成了两个小女生的闺房 然后每天晚上 在网上寻找潜在的受害者 当时社交网络上的网络聊天非常热门 不少人都喜欢在网络上认识网友 他就用刘燕的照片作为个人信息 放开胆子 在社交网络上引诱好色之徒 凭借刘燕清纯亮丽的长相 和李增如勾人设魄的口才 很快就吸引了三四个男网友 可在聊天过程中 李增如逐渐萌生了敲诈勒索的念头 于是2004年年底 李增如通过非法途径 购买了一批麻醉药 并邀请了几个男网友 到他所住的出租房里 经过几次实验 李增如确认了麻醉药的效果和伎俩 是时候对金主下手了 李增如经过反复比对信息 决定先从吴刚下手身上 因为在两人的聊天中 吴刚透露自己家里非常有钱 并反复暗示要和李增如交往 李增如觉得吴刚毫无防备 正是动手的好时机 便主动提出要和对方见一面 女神主动约见自己 让年轻的吴刚一时间被冲昏了头脑 迫不及待地就赶往约定地点 在香气扑鼻的出租屋里 吴刚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女神刘燕 和他的好闺蜜李增如 一男两女共处一室 让吴刚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 但在李增如的调动下 三人在聊天中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见到时机成熟 李增如向刘燕使了一个眼色 刘燕心领神会假装自然地起身 热情地给吴刚倒了一杯水 趁着背过身子的瞬间 偷偷地把麻醉药掺进了水里 吴刚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 对危险丝毫没有察觉 结果女神亲手送来的水 毫无防备地喝了下去 不大一会儿 她就开始感到身体有些乏力 无法继续支撑身体 这时刘燕假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搀扶着她到里面的卧室休息 吴刚躺下没多久就昏睡了过去 李增如趁机开始搜索她随身的口袋 可找来找去 只找到了一些几十块零钱和一盒烟 这下可把李增如气坏了 搞了这么大动静 才弄到几十块钱 真是亏死了 随即便叫出了藏在暗处的刘晓东 三人对着吴刚骂骂咧咧一顿唾气 李增如找到吴刚家里的电话 就向吴刚家里拨了过去 依照之前她对吴刚的了解 估摸着要到三十万应该还是可以的 可没想到听了吴刚父母的哭诉后才知道 吴刚所谓的富二代身份根本就是假的 一切花言巧语都是她之前为了吸引刘燕编的一个谎言 如今终于东窗事发了 这下不仅三十万没了 自己绑架勒索的事还提前暴露了 气得李增如产生了一个破釜沉舟的想法 她找出一条绳子 让刘晓东和刘燕把吴刚绑起来 然后活活勒死她 这个决定一下子就吓住了刘燕和刘晓东两人 因为之前他们最多只骗钱 从来没有杀过人 听了李增如的话 一时竟不知所措愣在了原地 李增如见刘燕两人心有犹豫 就对他们说 吴刚是本地人 如果我们放了他 立马就会被警察抓到 那样你们就要在监狱里住上十几年了 这番话点醒了手足无措的刘燕和刘晓东 他们立马动手 趁着吴刚昏睡 悄悄地用绳子勒死了他 杀死吴刚后 李增如打算秘密处理掉尸体 以免被警察过早发现 于是他出门购买了硫酸 绞肉机 剃骨刀和一些黑色垃圾袋 随后在出租屋里 将吴刚的尸体肢结碾碎 在一分装到垃圾袋中 当天趁着黑夜的掩护 他们把垃圾袋分批扔进了河河里 在作案整个过程中 由于都是第一次杀人 三人一直都昏昏沉沉地很不清晰 就像机械一样在处理吴刚的尸体 而当时吴刚的父母已经报警 就在他们处理尸体时 警方已经开始对吴刚的社会关系 和生活轨迹进行调查 由于李增如三人作案后一直惊魂未定 所以始终没有逃离世家庄 就在他们迷茫的时候 警方逐渐摸清了事情的真相 从吴刚的聊天信息中 警方发现近期有一个石家庄女性 和她相谈甚欢 而且吴刚在聊天过程中 时常透露自己家中有三套房子 还在国外有大买卖 这让警方对这名女子产生了怀疑 随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名女子就是李增如 是河北邯丹人 早年就有诈骗前科 而她在和吴刚最后的聊天中 也有约吴刚见面的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李增如 一定和吴刚的失踪 有莫大的关系 随即警方对李增如 进行了全面追捕 正是因为李增如三人 一直逗留在石家庄 最终警方在立案仅五天后 就破获了这起血案 主犯李增如率先落网 经他供任刘燕和刘晓东 也依次被警方抓获 抓捕结束后 警方曾问李增如 吴刚的下落 李增如则毫不隐瞒地说 人已经被杀分尸后 尸体扔进了河里 得知吴刚已经遇害后 家属情绪异常激动 害度坚决地要求 严惩三个犯罪嫌疑人 在法庭上 自知罪孽深重的李增如 始终保持沉默 刘燕则表示 无论法庭如何裁定 他都罪有应得 唯有刘晓东认为 是李增如和刘燕害了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错 诈骗勒索 本来就只是李增如和刘燕两人 团伙在座 他只是因为 曾和刘燕有过一段感情 被叫过来帮忙 但刘晓东并不是 纯粹来给刘燕帮忙的 李增如曾答应 他始成之后有封后分红 只不过没想到 最后钱没赚到 还变成了杀人犯 2005年7月8日 石家庄中级法院 当庭宣判李增如 刘燕 刘晓东三人 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刘晓东三人